自立上岗在台积电资产基金会的技术倍率价位推动下 尽算后来有影响预受国附业发展的学生到企业分枯来一间饭店 参加三天的技术倍率领 除了时代受分以外,凭借也准备到处会发评书 提供受分学生比业后就能接受业保证 三方共同创作三役好好以及技术学生三役 自立上岗参加英科的学生第一天受分课程 就是先了解饭店博物业的粗心和用心 饭店博物业也希望利用围棋途中来学习的风险 让学生轻松来接受分练 希望能够把愿意就学或是家里需要帮助的孩子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工作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办了三天两个月的赔丽营 需要在这中间让他们从中间完中学 我们也找到我们合适的人才 那只要表现好的学生我们都会给个聘书 那我们也知道像孩子有个聘书 其实他比较会安稳 我起码工作会有保障 其实应该就是说培植我们在地的青年 然后可以回乡服务 那帮助企业再生 然后社会的问题 还有学生可能一毕业就可以直接实现就业的这样子的机会 那在这边真的是三天的学习里面 学生的收获是非常的多 然后也真的是很感谢福华饭店提供这样子的机会 还有慈善基金会的协助 学官都感觉收获这么多 那时候在听到福华跟台积电有合作 就是在我们学校有培训这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听到觉得 哇原来这学校有这个活动 所以就 互不期待的就是想要来参加 有没有期待自己进来福华工作吗 会啊 当然很期待 一个很大的集团 我想学到更多东西 我个人方向就是房屋 因为整理的部分还不错 所以就想来这里学习 然后而且这里他们说 他们过后可以来福华工作 然后也可以职场调步 就是假如你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去墾丁之类的 其实那时候水里山工在业界 就很多企业都很喜欢用 因为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全能的 所以我其实在 不管说在水里山工 或是在福华这样子的连贯性 都是得到很好的一个培训跟栽培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学弟 学弟能够有这个机会 然后又透过台积电合作的模式 训练活动是真的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举头航空来这间饭店 并且提供受换核心三天 免费实质的计划 以及毕业杜业保障 好准备上一间宿舍 都感激地被甘冬 也正少得过来 接下来 我们下期再见